在金融危机发生初期 通胀率曾是各大央行政策的关注焦点 但是这个目标相当难以实现 安德烈您是否可以解释一下 美国大选对利率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综合塞方面来看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成为了真正的转折点 第一点是政策 所有迹象表明 未来的政策将是专注于经济 他们对新的政策方向的考虑 将会决定着经济前景的走向 通过对英国推欧公投 以及美国大选结果的观察 可以看到一些旧的事物再次出现 我特别要指出的是财政刺激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 另外一方面 我们正在目睹央行和经济学家们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演变 因为我前面提到的两个因素 分别是政策和财政刺激因素 这在去年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 但是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虽然美国经济没有陷入衰退 但我们看到其债务水平继续增加 而这种问题相当难以解决 因为在货币政策方面没有很多选择 第三个不应该忽视的因素是通货膨胀 总的来看 贸易保护主义 劳动力市场条件收紧 以及监管框架的减弱 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 当前这样的环境有必要考虑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 通过税收措施来刺激经济 很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 当前阶段如果不好好考虑上述的三个因素 这都可能会导致资本的亏损 因此我们作为固定收益的管理经理 别无选择 只能够勇敢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在这种大背景下 积极的刺激手段不会与更低的生产率 和资本利润增长相关联 反而是与资本亏损的风险相联系 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就在几年前 我记得是2013年 当前美联储决定暂停货币刺激政策 在非西施评估美联储可能停止购买国债的意图之后 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就从1.6%增长到3% 这是显著的变动 而这仅仅是因为一个简单的讨论引起的 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重点方面 尤其是通过税收措施来刺激经济 以及贸易保护 很显然市场波动性将会增加 风险的加大 伴随着更高的收益率 从长远来看 我并不认为目前的状况 会引发债券市场长时段的看跌趋势 当然我们必须了解的是 如果不能够正确管理的话 这三个因素非常危险 在政策管理不善 财政盲目扩张 以及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经济将会受到很不利的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通货膨胀能够刺激投资吗 是的 在任何情况下 通胀都会对投资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因素 会在我们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尤其是在固定收益投资组合中 在金融危机发生初期 通胀率曾是各大央行政策的关注焦点 但是这个目标相当难以实现 因此在试行投资策略时 比较难以随时兼顾这个因素 同时我们可以说 有些事情在美国总统大选很久之前 就已经开始布局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明白 即通胀可能会重返前列 成为实现在美国投资目标的 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们看到 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限制条件收紧 企业盈利水平下跌 服务成本增加 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也停止下降 因此初步的影响就是导致通货膨胀率上涨加速 现在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财政刺激新政策的实施 全世界特别是在美国 已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我们预期 证券投资也会伴随着通胀增长 这样的趋势会在美国得到验证 但是在欧洲 商生趋势的可能性要小很多 同样不能够忽视的 还有观察日本通胀的变化前景 从与通胀相关的有潜力的投资机会 特别是固定收益投资组合方面的投资机会角度来看 我建议投资者们关注通胀保值债券 作为一个资产管理经理 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会与这一类资产打交道 唯一的缺点就是 你必须要注意投资组合风险的持续时间 这对盈利增长很重要 对于固定收益投资 我们就是应该妥善地处理好 投资产品与期限相关的风险 安德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邀请